据俄罗斯塔斯社15日报道 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齐卓夫 当天在参加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 尽管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制裁措施 欧洲国家仍然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和经济伙伴 他在接受俄罗斯24电视台采访时说 我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俄罗斯将不得不与旧世界以及欧洲打交道 即使在六轮制裁之后 欧洲仍然是我们最大的贸易和经济伙伴 尽管在当前环境下 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 齐若夫补充说 俄罗斯对欧盟的出口在2022年第一季度增加了一倍多 2月24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情动 此后美国及欧盟国家对俄罗斯个人和机构 实施了一系列严厉的制裁 5月30日 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宣布 欧盟已经就第六轮对核制裁方案达成共识 他表示最新一轮制裁将涉及欧盟27个成员国中 超过三分之二的俄罗斯石油进口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这一决定表示支持 他称到今年年底 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量将有效减少约90% 据介绍 由俄罗斯会展基金会主办的 第25届圣彼得宝国际经济论坛 将从6月15日持续到18日 今年的主题为新世界新机遇 根据论坛议程 论坛主要分为四个主题 涉及全球和荷罗斯经济 数字化和信息安全 以及人力资源发展等问题 论坛将特别关注当前形势下 荷罗斯面临的新挑战 致力于寻找和应对西方制裁 及提高经济长期发展潜力的方式 圣彼得宝国际经济论坛 1997年开始举办 目前已成为荷罗斯最重要的 国际道行经济论坛之一